大家好,我是雷湘 日服四周年的慶祝活動在8月3號正式開始 包括最近的小文西卡池、週連付帶 以及往後2.5張的小消息 當然這些都是每年都會有的週連活動 不過今年除了會出現10抽的新卡池以外 官方居然還會為同情卡池加入了新的底星角色 這些角色有些是主線出現過的 有些是活動出現過的 甚至是直接亂入降臨的 而這次週年的紀念五星限定角色 也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小文西 他的周回便利星可真的不是蓋的 雖然讓我們久等了 卻沒有讓我們失望 而最後一名新的一星來打 也就是帥氣的海盜巴沙洛妙 其實也是蠻強的 甚至也有為聖杯的價值 而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和清楚 這兩名充者的運用方式 便出了這部影片 希望大家在看完後能夠略懂一二吧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方便以後查看更多不動衝者的攻略喔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五星來打加納底黑心攻防店長小文西 技能一自身弱體無效三回合 同時三回合內持續回血回NP 技能二是自身回避一次 且提升暴擊威力一回合 技能三是全體提升寶具威力的同時 全體充能10% 並且讓自己的寶具上升一個階段一回合 個人推薦先練一技再練三技 寶具則是藍卡全體寶具 再打傷害前會給自己 先上一個藍卡性能提升一回合的效果 再對敵全體造成傷害 並且幫我方全體固定充能20% 簡單來說小文西是一定能組藍卡充浪隊的 而且搭配雙米鋼系統的話 甚至能做到無限寶具的情況 可以說是居家懶人的必抽周回角色 只要能把文西抽回去 以後打門打QP打屬職就真的輕鬆自在了 但小文西也有一些問題的 其中一個就是攻擊力白質不算高 同時是藍卡寶具 最好是有寶2才比較安全的寶具連發 雖然我個人用寶1就能夠輕鬆刷門 但是如果我是要拿去打高暗度的一些關卡的話 寶具等級的提升是必要的喔 再加上文西沒有一些應對特殊情況的技能 例如無敵貫通、防禦無視 甚至是全體上防的技能 遇到某些特殊關卡的話便會有些法力吧 而隊友的組合呢 就是一些常見的藍卡衝浪隊隊員 而禮裝也就是那幾件藍卡衝浪打手常用的禮裝囉 接著便是一星拉打 黑色準男爵巴沙洛妙 技能一是提升我方全體的寶具威力和攻擊力 技能二則是降低自身集星度 但提升全體的寶具威力 技能三是自身綠卡性能提升和即時產性 同時降低敵人全體的寶具發生率 個人推薦先練三技再練一二技 寶具則是綠卡全體寶具 並且是附帶對低星敵人的特攻傷害 正面從者的獨特地方是在於寶具的低星特攻 是針對同色從者 也就是一二星敵人的特攻 特攻的傷害不算高 範圍不算廣 但是正面從者另一個強烈的地方 就是在於能夠提升全隊的寶具傷害 攻擊力和暴擊威力 同時又能夠即時拿星和提升綠卡性能 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共同輸出手 即興度下降對於LIDAR直接來說影響不大 因為本身騎職就是比正常直接高兩倍的即興率 在技能組強大的情況之下 自身的佩卡和色卡性能也不錯 雖然從者的低星白值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又沒有提升防禦面的技能 但是我個人覺得未杯子的性價比還是蠻高的 而組隊的話則是搭配CBA 和其他旗職共同輸出手 李珍的話則是提升綠卡性能 或者寶具暴擊的都相當不錯 總的來說 小文西 巴莎洛妙 一個是優秀的周回打手 一個是強力的共同輸出手 這兩位從者都各有特色 都很值得去練好技能 甚至是未勝杯的 不過都還蠻吃技能練度 大家在這一方面便要注意和做好心理準備囉 說實話小文西真的太讚了 那有趣的寶具演出 強大的周回能力 可愛的模組動作 嬌小身軀卻擁有堅定的意志 說實話不抽回來怎麼對得起自己啊 那我們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還有其他關於衝者的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連相的臉書 定期更新不動衝者的訓練指南 同時訂閱以及按小鈴鐺 觀看更多關於不同英靈背後的小故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